虽说提到火影,大家多半一开始想到的热血和感动,但火影里也有不少搞笑的情节,真的是太搞笑了,笑死我了。 大家都知道初天小时候是害羞胆小的吧,默默地喜欢着名人,一天他看见名人背后有东西,就好奇地偷偷地跟着过去了,结果听到名人说了孩子两个词,初天瞬间内心崩溃,就白眼了。 不知大家对天天小时候的理想有印象没,天天的梦想就是成为像钢手那样的医疗传奇人者,但是他的老师说他不合适走钢手的路, 结果天天不服,想学着钢手的行为,结果听到了别人说钢手的欧派,再看自己的,瞬间就隔屁了。 在大师玩会图转生历代火影时,提到了五代火影是钢手,初代一下就逗逼了,我的可爱的孙女是五代啊,她赌博的坏毛病是学我的初代一脸尴尬的笑了,名人和左柱一直都是竞争对手,不过小时候的名人跟左柱差了不少,每次争风头都争不过左柱, 然后只得拿着家里的Q板左柱,一阵暴打,打得这个假左柱毫无还手之力,这是名人和八卫。 在雷之国海岛发生的时,岛上的四位动物霸主为他们的女朋友争风吃醋,大打出手,结果到了名人检查动物性别时,四位霸主都傻眼的, 我们为了一个雄性争风吃醋了多久,内心真的是一万头CAO你马飘过吧,这是凯护宋明人,前往雷之国发生的事,凯因为犯糊涂,被卡卡西调侃小时候的身体情况,凯狂虽然某个不未小,但开了八门,哪个女性能承受住她的破坏力啊? 手动滑稽,以上就是我提的《火影》里几个搞笑的剧情,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情节也很搞笑,剩下的就欢迎大家自行补充了,期待大家精彩而理智的评论。